大家好 我是张老师 今天我要教的是第九课句子练习 张老师范粉 所以如果不会的同学 你可以看看我这个影片 然后写跟我一样或是相似的句子 首先我要打中文要用语言 中文台湾 这边要改成拼音 注意哦 好 你要做四个中文句子 加四个英文句子 才会得到满分 八分 大家注意一下 好 第一个句子正在 in the middle of in the process of OK 正在 举例来说我说我 我正在打电脑 OK 我是不是现在正在打电脑 我正在打字 我正在打字 这样就可以 I am typing now OK I'm in the middle of typing I'm in the process of typing I am typing now 我正在打字 把打字两个字用荧光笔画起来 对不起不是打字 正在用荧光笔画起来 正在 好 下一个句子 发现 发现 好 我说 我 发现 后院 后院有许多小兔子 我发现 后院有许多小兔子 下一个字发明 to invent 怎么句子 想想看 好 我说 我想 知道 我想知道 谁 发明了 手机 我想知道 谁发明了手机 我很想知道 OK I would like to know who invented the cell phone 发明 好 the cell phone maybe who invented the cell phone 发明 这个字 用荧光笔画起来 最后一题 来 时候 时候 time while OK 我用的句子我说 吃东西 吃东西 的时候 吃东西的时候怎么样 吃东西的时候 不可以说话 不可以说话 说 话 不是我会说 上课的时候 不可以讲话 什么什么的时候 体育课的时候 要认真跑步 我是不是常常说 体育课的时候 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这就是几个句子 注意看哦 张老师 我写了一个中文句子 一个英文句子 两个中文句子 第二个中文句子 第二个英文句子 第三个中文句子 第三个英文句子 第四个英文中文句子 哦 忘记写英文句子 OK 于是 you should not upper case you upper case why you should not talk while you are you while you are meaning 吃东西的时候 不可以说话 所以你看一下我写了 四个中文句子 四个英文句子 有没有做荧光笔 有 这样就做完了 我再强调一次 你要turnin之前 检查一下 有没有做四个中文句子 有没有做四个英文句子 有没有画荧光笔 如果都有的话 再请你交上来 谢谢大家 再见